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老师 汪老师给大家上了一段课 下面呢 我来上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前面上了脾胃系统的一些疾病 我呢给大家提个建议 就是说中心内科学来说 一个病我们听一下子很容易很多东西都掌握了 慢慢慢慢积累 我估计大家就会有一些遗忘 比如说就近而言 我们脾胃系统的疾病 大家有没有呼吸呼吸 有没有再看看 如果下一次班长给我提供一个名单 我随便问几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数 我们希望大家还要呼吸一下 比如说 我来简单地把脾胃系统讲的病 大的病种给大家再来回忆回忆 我们讲了一个胃痛 所谓的胃痛是什么样的病呢 是上头部进心窝处发生疼痛为主针的病症 它的一个病因有外感 外感主要是一个寒血 内伤主要是隐食 隐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 以及有情质色调 有牢卷 还有脾胃的素须 部位 病变部位 在什么 在位 但是和甘脂密切相关 它的基本的病基要点是 胃起于刺 不痛之痛 病理性质 有虚实这样的封闭 同时还可以寒热的不痛 而且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辨证 出现一些变化 比如说出血了等等 那么一通我们要注意和腹痛 和有的时候还要跟胸臂相见比 而在辨证的时候 要注意分寒热虚实 再起再血 治疗的原则是 里气何为止痛 常见的食欲气是症的病症 比如说寒血范胃 那治疗的方法呢 我们要用梁富丸来治疗 如果是干气范胃的 那就是财富疏干散 如果是干于化火的 或者湿热偏重的 我们用清中汤 那么如果是有瘀血的 或是化瘀 用单身瘾 还有什么 食孝散单身瘾 那么如果是脾胃虚寒 或者是胃阴不足的 脾胃虚寒的 用黄旗建冬汤 或者小建冬汤 如果说是一个胃阴不足的 用一罐煎和少咬干草汤 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胃阴不足的 这样一个疼痛 我不用沙僧麦冬汤 不用一味汤 这样的方式 我要用一罐煎呢 说明什么问题呢 原来说明我们认为 胃痛不管是寒热虚食 它都有什么 都有气质这样的因素存在 因此我们在 即使在瘟阴不足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在养阴的同时 要加以理气 所以用一罐煎来治疗 我们还讲了呕吐 呕吐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 为其上吏 不是为内容 从未可而出的 这样一个病 我们要分一下 什么叫做呕 什么叫做吐 什么叫做肝呕 我们还要知道 在我们呕吐的里面 有一个观点 经规里面讲到的 不能见呕之呕 因为呕吐有的时候 它虽然是为其上吏 同时又是一种人体 驱除外邪 驱除有害物质的一根反应 经规里面讲到 呕吐有 呕吐有庸浓 不可之呕 浓静之语 什么意思呢 就叫我们不要见而止呕 呕吐的病因 病机 跟胃痛有很相同的地方 唯一不同的 它的基本的病机 是为其上吏 所以我们说治疗的事呢 我们要理期何谓降临 那当然它的方机也不同 比如说 它在外邪犯 喂的事 它就不完全是含血 含一些湿啊 属湿之血 所以治疗的方法用什么 用祸相争计散 来进行治疗 比如说在胃痛里 耳术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类型 是胃痛没有的 它有什么 它有弹饮在胃 用小半虾 加福灵汤 来治疗 比如说在我们有胃气 有肝气范围的时候 它有胃气的上腻 那么我们就不用财乎疏干了 而是用四气汤 或者就是半虾合股汤 那么这是一个 嘔吐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还讲过了一格 所谓的一格呢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 我们说我们内科有四大疑难重症 叫做疯脑骨骼 所谓疯是讲的中疯 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什么 原来叫脑血管意外 现在叫做畸形脑血管病 相当于脑出血脑梗式等等 病死率很高 脂肠率也很高 脑死肺脑我们讲过了 肥脊核 肥脊核这个病 在我们抗疾核的化学药物发现之前 病死率非常非常高 也是男子之症 股脏我们后面要讲的 股就是股脏 股脏是肝硬化肤水 肝硬化肤水是什么病 是肝硬化肤带上脂肪瘦的一个情况 治疗起来也非常急速 隔呢就是一格 相当于什么病啊 相当于食道癌蓬蒙癌 所以一格这个概念我们要知道 什么叫做一 一是进食的时候梗一不顺 有主食的感觉 隔呢是饮食隔矩 若而不错 隔比较重而也比较轻 那么它的一个发病的原因 跟饮食因素有关系 跟情质有关系 饮食因素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到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学这样的病因病剂 不完全是为了考试 我们要注意到 有的时候要针对病因来治疗 比如说饮食因素里面有些没变的事 也就是不干净的事物 在一个里面发病比较重要 那么它的发病病位是在胃 在胃底在食道 跟脾胃相关 它的病肌主要是什么呢 痰 火 气血 于此在食道胃口 初期的设施是症 中期呢 虚实间降到后期症虚为主 所以我们说它有一些类型 比如说我们特别在内症见秘里面 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这个病 要和后面我们讲到 于症里面的霉和气相见秘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前两天看到一个病人 他觉得胸口有闷的感觉嘛 然后我特别要关心他 近视的时候有没有梗阻的感觉 他好像有点不舒服嘛 然后你赶快跟他做个检查 做个食道背餐 或者做一个胃镜 或者做一个全上下化的背头 看看有没有东西阻住 因为这些疾病的话 如果早期治疗 可能还能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晚期治疗是非常非常讨厌的 那么一个这样的病治疗 我们要几个典型的症状要知道 比如说一个代表症 一个代表症是什么呢 就是用弹气胶阻症 用什么方式来治疗 用起鸽伞 我在上课的时候 经常会提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中医内科是不考方济的 所谓不考方济 是不考方济的组成跟配物 而是要考它的应用 有一两类方济 请大家特别注意 第一类方济 是所谓的专并专方 在这一本教材里面 从头到尾 可能就用到一尺 比如说起个山 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的肺脑 肺脑的肺因不足症 有一个代表方 叫什么 叫玉华丸 它治疗肺因不足症的一个代表方 实际上玉华丸是治疗肺脑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式 因为我们说肺脑的治疗的原则 大家还记得 叫做一只杀其虫 与举其根本 一只补其虚 扶其真元 就是抗老杀虫和补其培缘 那么玉华丸这个方济就体现了 在方济组成里面就体现了这两大治疗原则 像类似我们后面还讲到的四海书与丸等等 这样一些专并专方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一个 临床使用效果很好 第二点 各类的考试器 容易会考到这样的方济 第二类方济呢 这个方在我们那一棵书里面前后用了很多很多次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适应使用 比如说龟皮汤 比如说腹中一气完 龙胆蟹干汤等等类似这样的 你要掌握它在各种疾病里面的使用 因为像龟皮湾这样的情况 也并不是说每一种气血亏虚都可以用 它有它的一定的适应症 所以我们要知道它这样 比如说气格散 我们一个里面 后面还有五支安卓 杀生麦冬汤 补其菌皮汤等等 这样的一些 那么这是大概是一个跟胃相关的一些疾病 就是说在我们消化系统疾病 在我们脾胃病里面 是属于胃病的一些主要的疾病 那么含义类疾病呢 属于肠病的 肠病的主要的就是细细和力疾 当然不痛这样一个病呢 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疾病 学习到内科也学习到外腹科 内外腹而各科 作为肤痛这样一个病 我们说我们除了要掌握它中医的内容 比如说肤痛有这么四个阵性 含习类疾病 含习类疾病的 含习侵犯的 那么这样一种肤痛 我们又称为含习直重太阴 因为它是含习直接侵犯到 做太阴脾经 有外含的一个表现 有外含的侵犯到引起的肤痛 但是它没有表证的 说叫直重太阴 还有中脏虚寒 含习气齿血瘀等等 那么我们更加要注意到 含习这样一个病的 跟虚义相关疾病的鉴别 因为含习这个病很宽泛 直接的病种非常非常多 有些疾病 我们好好地可以给它看 用中医内科的方法 有些疾病 你必须要劫持做出一些判断 来进行转院的 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蓝尾炎 蓝尾炎 它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属于肌肤症的 比如说宫外孕 小的蛔虫 长套蹄等等 急性疑腺炎 特别是肩肤痛 急性疑肤痛 伴有一些发热这样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及时注意 它的一些病情的进退 请相关的一些科室 来做一些会诊 或者及时做一些检查 来明确准断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设计这样一个病 是属于肠病 在我们消化系统疾病里面 相对来说 胃病研究的多 从膝也是这样的 肠病研究的少 肠病静几年来研究的比较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内窥静 首先是从胃里面进去的 现在肠静比较多了 它能做到 原来肠静就做到一状就长 做到只长 一状就长 现在肠静可以做到小长了 那么它的诊断的手段 吸引着先进发展之后 它的诊疗的技术也提高了 但是总的来说 肠病的研究不如胃病的研究 那么在我们吸血里面呢 我们说吸血主要是一些肌脉性的肠炎 等等一些疾病 那么它有外感 有内伤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记住它的病肌的要点 是什么呢 是疲虚失胜 或者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汪老师讲 叫疲病失胜 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 在我们吸血的发病当中 疲虚和失胜的关系 在以外感为主的事 往往是失胜而困疲 在内伤为主的事 是疲虚而导致失胜 这个关系要搞清楚 而且呢 这个教材我们过点时间 可能还要修改 这个教材里面有一个缺险 在无版教材里面有一句话 把它遗漏掉了 我们实际上对我们理解 这个病和它的病因病激很有帮助 张景玉说 吸血之本无不有脾胃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的 好像教材上 有没有提到这样一句话 记不太清楚了 那么这句话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尤其在我们内伤的慢性九屑里面 我们怎么来理解吸血之本 无不有脾胃 我相信这个题目可以考一个博士研究生的陆续考试题 如果进一步惨发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吸血它是它的基本的病基 是疲虚而受胜 尤其在慢性九屑的时候 所以脾胃不能够运化 轻足不分 那么它是导致血血的主要原因 而甘于肾虚导致的血血 都是在脾胃的基础上发生的 比如说痛血药方 那是什么 那是一个土虚木贼 比如说圣阳虚弱的四神丸的肾血 五根血 那么它也是什么呢 也是影响到脾胃的功能 不能运化而导致的 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搞清楚 我们要记住血血的主要的治疗的原则 叫什么 叫蕴脾化湿 这些要点我们都要在头脑里面 概念要比较非常非常的清楚 外感的血血 有常见 有寒食湿润 有湿刺等等 是正的 那么虚正的 尤其我们要注意虚正的这么三个类型 生命白竹散 痛血 药方 私生丸 来治疗血血的 这样一些规律 这样一些方法 尤其我们注意到 血血的一些治疗的禁忌 脊性的 激性的酒血 激性的暴血 它不可以什么 不可以妄用的补射 而脊性的血血呢 不可以妄头锋利 以免伤精 而在我们的利疾里面也有很多的概念 比如说利疾的别名 利疾又叫做什么 赤下 中下 大侠蟹 从利疾这个疾病和蟹蟹来说 我们要知道 难经五蟹是什么概念 难经里面有讲了五中蟹蟹 分别是脾胃大小加 脾蟹 胃蟹 大肠蟹 小肠蟹 大家蟹 或者叫大侠蟹 有的读音有所不同 那么在我们 蟹蟹 利疾呢 实际上是在我们内经里面 五蟹的大侠蟹之类 因为内经里面讲到 大侠蟹者 数字轻 尽痛而 理疾厚重 数字轻而不能变 称为什么 称为大侠蟹 实际上跟我们利疾相关 它有些别名 我们要知道 利疾的发病是外感和内伤 两个方面 外感是数热 内伤是饮食不当 同时我们还知道 利疾这个病跟这些不一样 它不仅是在气氛 而且在血氛 它是吃血 寒食和吃热吃血主次 肠道的气血拥齿 气血不通畅 肠道的落脉和脂膜都受伤了 所以变下浓血 它有 有湿热 有寒食 有休息力 这些概念 休息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暴力 湿热未尽 早用了补射的方法 导致正气虚弱而又失血不尽 实现了湿热力 还有意渡力 意渡力是最风险的 最为凶险的一种力气 相当于西里面讲的中毒性菌力 小孩特别特别风险 往往非常容易引起感染性休克 或导致病情出现很恶化的情况 那么我们要掌握它 失日力 失日力典型的代表方 烧腰汤 一炉白特翁汤等等 我们还要掌握力节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逆流晚舟法 什么叫做逆流晚舟法 用在失日力初期有表证的时候 我们认为在失日力初期有表证 这种失日之邪是有表入理的 我们通过节表的方法 把这种有表入理的失日之邪 再从表去错 这叫逆流晚舟 代表方是什么 禁防败毒或者葛庚勤怜 逆流晚舟这样一个概念 是于家言提出来的 当时的代表方是人生败毒上 而它是在治疗虚症感冒的时候用的 我们把它延伸过来 用在利己里面 代表方要选金防败毒神 要选葛庚勤怜堂 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简单的 来回顾一下前面学的一些比较大的疾病 那么我回顾的意思就是 希望大家如果在后面的学习当中 再把前面再翻翻 再把肺细的心细的疾病要经常翻翻 否则你到后来最后你会觉得 终于那科学往前面讲的什么内容啊 我都不记得了 都忘掉了 代表方也没有了 什么病都不知道了 这个就不好了 好言归正传 我们今天开始上便秘这样一个病 我们汪老师把不太好上的这个病 或者没什么讲题的最后一个病 留给了我了 我就随便说说吧 还是按照老规定 第一个我们讲一下便秘的概念 便秘的概念什么叫做便秘 那么所谓便秘 就是说它一个有两个概念在里面 第一点呢 就是说大便干了 第二点呢排便时间长了 也就是说 食指凤便在肠内吃流过多 然后导致大便不通常是排便周期延长 正常人一天一次大便 或者有的会两天一次 但是这种便秘的人呢 他就可能两天或者两三天 甚至最多的一个礼拜有一次大便 那么这也是便秘 排便的周期延长 或者周期不长呢 凤子干节 就是说它排便的时候 每天有一次大便 他排便的是非常非常困难 要用力掳针 才能排出来 这也是属于便秘 当然 还有一种情况 这是第三种情况 有一部分老年人啊 周期那也差不多 那么 排出来的大便也不是很硬 但是他排便困难 这也是属于便秘 所以所谓的便秘 它是指我们两个概念 是一个大便的周期延长 以及大便肝 或者简单来说 就是大便困难 实际上便秘 讲多了 它就是说大便困难 时间延长 3 4 5 5 6 6 8 7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